日本自己的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方向走錯了 而且一走走了20年都錯了 結果輕能源車弄了二三十年 就弄不出花樣來 沒想到在2013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後 中國搞的鋰電池電動車竟然彎道超車 德國他們也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們的電動車鎖定在高價電動車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心產業消息 這一場中歐的貿易戰 特別是針對電動車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中國商務部發表的最新聲明 從9月20號開始到今天 大概有20多天的時間了 那中歐的技術團隊持續的在布魯塞爾這邊晉級 一共是八輪的這一種磋商 但是遺憾的是歐方 這是中國說的 始終為積極回應雙方存在重大的分歧 至於美國的部分打的是美中貿易戰 我們來看到川普怎麼說 在大選前他再次的拉票 所以他有寄出了一些言論 10月10號他提議要讓汽車貸款利息 可以減免課稅阻止中國大陸的汽車製造商 來向美國做任何的汽車銷售 至於美國內部則是持續推廣他的電動車 我們來看到Uber宣布投入8億美元 協助更多他的旗下 計程車司機可以使用電動車來減少碳的排放量 川普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不讓入製電動車 從墨西哥流入美國揚言徵收200%的關稅呢 Uber為了鼓勵駕駛改用電動車 他選擇和英國的這一間能源公司 叫做Octopus Energy 還有中國的BRD合作 來爭取充電的折扣 這是否又和華府的政策相違背呢 岳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選舉前呢 這個川普講什麼的話呢 都不必太認真了 我前次還聽說他要湊1,000%的稅 這個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那麼現在你突然變成200% 我跟你講這個實際上 我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做了個分析 因為川普本身呢 他強調的是MACA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在50年前60年前的時候 那美國三大汽車生產中心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在密西根州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美國的大車 我從小就是看到那個台灣的大官 都是開美國的大車 現在在台灣的年輕人 還有幾個人聽過凱迪拉克 還有什麼 別克 美國本身的汽車行業的話 先被日本打垮 美國收拾日本的汽車行業是有辦法的 因為日本的話 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愛怎麼收就怎麼收拾 什麼301啊 超級301啊什麼都可以 所以說呢 這個川普本身現在這個講法當中呢 他在選舉前呢 那實際上的話呢 美國本身對於新能力車的話呢 就特別小心 他的電裝的安置就不夠普遍 那麼所以說呢 量也非常少 但是呢 反中是他們一個選舉的一個共識 但是你這邊講到了那個比亞迪啊 就是說是 Uber本身要用比亞迪啊 跟那個這個 AutoPulse Energy的話呢 這個做法上來講 我覺得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話呢 就是要產成本對不對 對 你如果到大陸去疑問的時候呢 所有在城內開的這個滴滴打車 全部都是新能源車 為什麼 便宜啊 充電的話便宜啊 有補貼啊 而且充電的話呢 高峰用電跟低峰用電的價錢 差了三四倍啊 有的時候 你跑一天的時候 我對他們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隨便買一輛普通車 十萬塊人民幣以下 每一天充一次電可以跑四百公里 四百公里一天說說有余 回去以後 睡覺前再一插上 然後呢 就是半夜整個一充來講的話 價錢便宜啊 一度電三毛錢的這種情況下 他們自己會覺得說是一個划算 那這個划算的事情呢 對於這個Uber來講的話 他覺得長期來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Uber有多大對不對 就是所有的世界人的話呢 除了這個 我猜除了滴滴不打車以外的話 大概就跑到Uber去了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 就一個是在商言商 一個是在政言政 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好 剛剛老師特別幫我們講到 這個電動車 最重要的是這個成本的部分很便宜 所以來搶攻中國大陸的內需 尤其它電動車發展得很好 我們今天要除了談一下 中國電動車的數據 目前在九月份的數據 也會比較一下西方跟日本 他們在中國目前的銷量 比較到底是如何 九月份中國新能源汽車生產 130萬輛 銷售128萬輛 數字雙雙創下新高 科技 快科技的報導 特別來看到幾台 畫面上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比亞迪九月銷量41萬 創歷史新高 奇瑞24.5萬輛 較去年同期成長28% 極力銷售30萬輛 增幅17% 同樣創歷史紀錄 西方豪車品牌我們來看到 在中國銷量則是表現比較疲軟 B&W今年7到9月交付下降 30% 賓市下降 13% 最慘最慘的 還不是西方的車 是這些日系的車款 我們來看畫面上共同社的報導 九月份日本三大車廠在中國 新車銷量下滑 本田跌幅是最慘烈的 9月的銷量我們看到只有6萬多輛 跌幅超過4成 創8個月的銷售新低 本田過去一年已經在中國大陸 裁員5000人了 最新又宣布 旗下專門一座是生產純電的工廠 會在中國武漢投產 年產能約達到12萬輛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角色 工程略地 到了俄羅斯 東南亞去本地生產 如何看北京在製造業的發展 那另外一個問題 日本的車企在大陸市場慘遭滑鐵爐 這個時候 我在投入電動車 有沒有掌握相機 或是已經為時已晚了 委員怎麼看 日本自己的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方向 走錯了 而且一走走了20年都錯的 為什麼 就以豐田張南他們的豐田家為例 他們開始所想像的電動車是氫能源車 結果氫能源車弄了二三十年 就弄不出花樣來 而這期間 沒想到 在2013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後 中國搞的鋰電池電動車竟然彎道超車 現在變成當今電動車的主流 你在用所謂氫能源汽車來取代電動車 已經是非常不實際的一個想法了 所以他如果現在轉過來要去弄鋰電池的話 他的產業鏈太長了 中國是花了十幾年 而且已經攻佔了所有的市場 你日本要再做電動車 能夠成功的機率已經不高了 就不要講日本 這個德國他們也有自知自明 所以他們的電動車鎖定在高價電動車 高階的電動車 因為這個用一些比較高級的技術 也許還有一些高階人士可以買 但是普遍社會大眾的這種 這種中低價的電動車 德國日本已經確定是敗軍之將 所以我認為日本是已經 抑震法例 那日本的燃油車呢 日本的燃油車 我認為是江河日下 大家不要以為中國電動車做得很好 中國燃油車不行 錯啦 中國燃油車在全世界也是賣的嚇一嚇叫 而且中國現在在做的貨卡 因為現在為止 卡車還沒辦法用電動車 卡車基本上還是用 所謂的柴油引擎 中國在這後面也做得很成功啊 賣到俄羅斯的大部內都是燃油車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中國是連燃油車都日益精進 當然你說要求什麼多高級的這個燃油車 中國未必是德國跟日本的對手 可是高級車子中國電動車子就很搶手啦 所以整個汽車市場中國已經由內捲而外捲 已經在席捲全世界啊 這個風雲雲雲雲雲雲雲 所以我認為日本這個的汽車市場會逐步萎縮 他們只要靠一個所謂保護主義 哎呀這個你美國禁止中國汽車進口 讓日本汽車或者日本的汽車廠在美國 能夠大力生產 那最好這個美國也不要讓中國 比亞迪去美國投資 他們玩這個遊戲 但是你要知道 經濟力量永遠像海浪 政治人物永遠像一個很脆弱的擋土牆 擋不住的啦 好日本的汽車業在萎縮 那他電動車發展其實才要剛起步而已 非常的吃力 不過風田張南就是Toyota的董事長 他則是很不看好電動車的發展 還說將會造就很多的相關的 引擎相關的工作人員 因此失業 請教建長您如何看風田張南的這一席話 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這就是一個產業選擇錯誤 那個Toyota當初他就是一直在發展輕能源車 那輕能源車好不好 其實輕能源車很好 然後他也能夠解決這種長途的 這個 所謂的充電站他的一個基礎建設的問題 那他的狀態其實跟現在我們一般的燃油車 加油的狀況比較像 那但是為什麼除了風田張南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也反對輕能源車 那就是馬斯克 其實他們都是因為企業競爭的思維才這麼認為 那他們風田張南的說法是 這樣如果繼續發展電動車將會造成 日本數百萬人失業 這個問題不是問風田張南 風田張南有去問過底特律這些車廠嗎 這也就是當日本的車輛大量的進軍美國之後 美國的底特律已經不弱以往的時候 這些底特律也成為袖帶之一 那他們的人民是不是也面對了失業之苦呢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輕能源車最大的利績 其實在於大推力的這個 也就是無論是長途載重型 或者是卡車拖車這一種 其實風田張南與其抱怨 他不如把這一些原來投注在這種小型車的 這些資源改成這種大型的車輛 然後讓這些大型的車輛不再使用柴油 然後它可以降低這個碳排放 然後而且我們講到說在輕能源車 它唯一產出的只有水 那個可能是挽救風源的另外一種解答 在15個月等待之後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加州爾灣檢察局 在8日這一天正式宣稱了 接下來會使用全美首輛的特斯拉 我們看到畫面上這一台Cybertruck電動皮卡車 這個外型大家覺得說很前衛 那它的車體是用不鏽鋼的 造價達到了新台幣近500萬 496萬 很多的民眾其實在美國也都抱怨說 你警局高價買了這一款車 是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 最近有很多的負面聲音啦 那在月初的時候 特斯拉還因為這個後世的攝影機影像延遲問題 是宣布召回它的2.7萬輛Cybertruck 是今年第五度被召回了 也是這一次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歐洲市場的部分也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英國媒體報導說Cybertruck在進入歐洲等 捷克啊等等的國家的時候 遭到許多民間團體抗議說 它這個車子的邊邊啊 有鋒利的這個邊緣 很容易受傷 很容易導致民眾死亡率上升 應該要禁止在歐洲的街道行駛 Cybertruck到底是 為什麼受到這麼多國這麼多單位的排擠 負面聲浪不斷 是因為品牌形象的問題 還是車子本身就有一些問題 委員有什麼解讀 這個車子的設計其實就很奇怪 我覺得你從來沒有看過一輛車子 要設計成為那個樣子 大家都剛才都已經看到了那個電視牆的資料 就那個車子的設計 我只能說真的有夠醜 就以我這麼多年來看車子的審美觀 我無法理解就是是什麼樣的一個設計師 要把一個車子設計成那個德性 就算你是一個皮卡 你有一個未來的這種形象 你也不至於要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這個後面有多尖嗎 大家可能沒有看過真的Cybertruck 可是我曾經看過真的Cybertruck 你後面摸摸看 它的車子如果真的不信 它那個邊角經過你 你馬上就被割出一道橫了 它是全不鏽鋼外殼打造 而且你看到沒有 它全部都是尖角 它是鋒利的 它是完全鋒利的尖角 它還不是給你遁角 它就是個尖角 所以你無法理解說 為什麼一個皮卡要做成這樣呢 就美國有很多很好看的皮卡 你就算要做個電動車的皮卡也不至於要做得這麼醜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當時看完那個Cybertruck 我就是不理解了 就是到底Elon Musk他們的設計團隊是 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 就通常你設計個車體 因為我以前博士念的是那個材料力學 就是念車子的 所以呢我們在做車子設計的時候 都在乎的是什麼 阻力要小 所以你要流線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跑車 它都是很流線的 因為你風阻越小你就越省油啊 你相對來說就節省能源 可是這個東西我實在也看不出來 它到底省在什麼地方 就是它也沒有辦法節省風阻 那它到底這樣設計的概念 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所以其實Cybertruck說實話 賣的並不好耶 所以如果你相較於特斯拉其他的model Cybertruck賣的並不好 所以你很不容易才會看到一台 那麼那看真的 就是如果有人買了一台在路上開 大概也不會引起大家的羨慕 可能會引起一陣笑聲 就怎麼那麼醜的一輛車子開過來呢 所以其實這就是為什麼說各國 或者是各單位它的負面形象不斷 那你說品牌形象在弱化 那也不太至於 因為各位知道 Elon Musk現在正在做大規模的轉型 像今天 今天這個Tesla才公佈了他們新的發布會 其實我們前幾天就一直在等 說他到底要發布什麼 他今天發布出來的是Tesla最新型的機器人 叫做Optimus 就是晴天柱機器人最新的一版 這個機器人已經到可以跟你用剪刀石頭布猜拳 他的上一版的晴天柱的機器人 已經可以用手拿起雞蛋 而不會把雞蛋捏破了 所以其實這個Elon Musk在前兩天 他就已經暗示了 他說我Tesla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 從電動車的這個公司 會轉型成為一個機器人的公司 那麼未來一定會全力的再投入機器人 所以Cybertruck會得到其他人的這些批評 我覺得不意外 就大家仔細看一下現在的這個照片 或者如果以後真的有幸在路上 看到那個真實的車款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我說的絕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這種車子 你說要有很好的市場 那麼目前為止看起來真的是很難達到 而且我必須強調的是 它價格還不便宜 對啊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Irvan的這些民眾 會complain說你這麼貴的車 花這麼貴的錢去買一輛這麼醜的車 然後這麼醜的車性能看起來也沒有特別好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好 所以我們看到Elon Musk最近很忙 他除了積極在轉型自己的產業之外 還積極的參與政治活動 他最近常常接受媒體的訪問 尤其11月份不是要美國總統大選了吧 所以他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公開力挺川普 他還開玩笑說 如果川普輸了我就完蛋了 那自己可能會去坐牢 他講了這些話 他也批評民主黨 他的這個非法移民政策 根本就是有問題的 把非法移民都給合理化了 但是我們知道川普 他其實沒有這麼支持電動車的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電動車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馬斯克還要特別壓保川普 大使怎麼看 我想這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 川普反電動車是反中國電動車 他不是反美國電動車 所以他基本上 他這個反電動車 其實相對是他想要去爭取 美國傳統這個燃油車產業 的這些搖擺州的這些工會 跟工人對他的支持 尤其在米西根 在Pennsylvania 這些傳統這些 能源的這些大大大州 所以他就把這些 這個譬如說氣候變化 還有美國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能源政策 川普都是比較保守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馬斯克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他基本上 如果說是美國人的電動車的話 在美國還是會受到保護的 還是會受到 慢慢會受到支持的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說 馬斯克的這個電動車 基本上他也不是完全靠 美國這個這個市場 當然他Pickup是一個 是一個很 是一個 是一個等於說是他的一個 嚴重的一個失誤 是很失敗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一方我覺得 最重要他支持這個 川普的原因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應該是心心相惜 兩個都比較是精英主義 而不是民粹主義的支持者 那你要知道 馬斯克他事實上 他小孩通通不送到 公立的學校 就正規的教育學校 裡面去受教育 他的小孩子都是 跟他這個公司的同事 他們自己找老師教的 從來不到公立學校 這些一般 他們認為那些學校 事實上只會把這些人 像他們這種天才變成白癡 不會把白癡變成天才 所以他們是精英主義的 這個跟川普 他是極為怎麼樣 極為吻合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馬斯克他已經接受了 川普給他的一個官職 就是美國政府改造委員會 效率提升委員會 他將來要出來負責這個 他說我接受了這個 這個是推特吧 被他接下來以後 他說我們同樣 我的產值增加了三倍 我使用的人少了五分之四 所以他認為他是怎麼樣 他認為這些組織 是以精簡跟效能為高 而不是不斷的擴張 所以這正好跟這個 共和黨主張小政府 然後呢 這個民進民主黨主張大政府 又是兩個很鮮人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他不管怎麼樣 川普對於電動車如何看法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是心心相喜 對 那他希望美國是由這種超人 像川普這種超人 然後呢 完全是以這個 國家的利益 那麼這個國家發展 為前提 然後用他的超人的方法 手法跟他的見解 來帶領這個國家 就跟他對自己的期許一樣 他的公司也不喪失 他的公司就是 他一個人在裡面怎麼講 由他這位超人 在決定一切 對也是他 錯也是他 所以呢 我覺得 他也不會說真正他這個 川普沒有當選 他就被關起來 我想他是誇大其詞 不過 從前兩個禮拜他接受 他這個直接參加 川普的造勢活動 到後來 就是說大力替川普宣傳 我覺得他已經把他自己的 未來一部分的目影 跟川普綁在一起了 那將來如果川普選上 馬斯克有一定的功勞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產業消息 這是歐盟成員國已經決定了 會對大陸課徵電動車的關稅 而且最高稅率現在達到45% 是真的非常高 但是比亞迪仍然是不放棄歐洲市場 他已經決定了 接下來他要賣這款便宜的車款 2.5萬歐元的電動車來進軍 正式地要達到了德國的市場 比亞迪的執行副總裁 李柯他接受德媒採訪 他也發出了好語 他說不用6個月的時間 就能夠說服錢在德國買家 來購買比亞迪 他也說了 世界上所有汽車製造商 都應該要參與在 這一些競爭當中 他說啊 如果那些猶豫不決和退縮的人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消失 並且失敗的 另外一頭鏡頭我們來望向的是 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長期都會鎖定的 就是這一場巴黎車展 這一次展上特別關注到 一項都是以優惠著稱的 雷諾汽車新款的這一台 是R5電動版本的這個車款 售價落在2.5萬歐元 剛好就跟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比亞迪德國定價 是一樣的極具侵略性 這一節我們從比亞迪 他的整體的企業戰略生產地模式 到價格來一虧 他究竟有沒有辦法 在這一次的關稅困境當中 和歐洲車企一較高下 打出一片新的江山 我們先來特別關注到 他說了打不死你的 必定使你更強大 比亞迪他不撤出歐洲市場 這一次持續的說 要在歐洲擴大市場 突破困境 委員如何看這種企業的戰略 比亞迪這一波裡面的 課徵關稅 他事實上課的是最低的 他整體來講 每一輛車 課徵的關稅稅率不到20% 所以他會在同樣的大陸車 有的被課40% 他就已經佔了一波便宜了 就相對比較少一點 相對 對 那你想想看 他如果賣2.5萬歐元的話 20%也不過3萬歐元 3萬歐元的車子 也不過3.6萬歐元 他在全世界打市場的時候 都採取低毛利率的政策 有投資機場算過 這個特斯拉每賣一部 他預定的毛利率是40% 而這個比亞迪只預定15% 所以比亞迪他的銷量很大 可是他獲利能力整體來講 不如特斯拉 可是他現在的目的是搶市場 搶各種這個價位的車子的市場 搶各種地理區塊的市場 因為他覺得搶市場 對他來講是最重要的行銷車 那能不能跟這個雷諾比 我覺得雷諾根本不是對手 因為我們在看一個產品的競爭力 最重要的是價格 他也沒有比你在便宜多少 那第二個就是他的性能 他的性能一比的話 那對不起啊 那缺失就很多了 比亞迪在這種性能 你可以歐洲人覺得他的花樣實在很多 那可是你就輸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有這個功能你沒有 我有這個功能你沒有 買車子不是這樣子嗎 我需要同樣的價錢買更多的功能 或者是這個更少的價錢 買同樣的功能 這是大家一個共要 第三個車子最重要的是什麼 服務模式 那個歐洲車 除了那個德國那三大品牌以外 這那服務模式不能跟比亞迪比 比亞迪設置那種修復站的 這種服務模式 那個那個簡直就是 讓你覺得比亞迪就是你的電小二 已經服務到這麼做到了 雷諾其實好像還是一個 那不要不要講台灣的尼諾到時候 會挨罵 就是蘇伊姐 就是蘇伊姐 連特斯拉面對比亞迪的服務模式 你知道車子跟手機不太一樣 你去買了手機以後 大概很少回去找那個手機店 哈啦哈啦 可是問題是你買車子 請問哪一個買車子不是動不動 每三個月半年就回去 找你的服務廠商 這裡你幫我調一下 你幫我調一下 都會有的 甚至於年輕一輩的還要想去改造 這個改造那個 如果你沒有很好的服務系統的話 那真的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那現在得歐洲車被 被人家所詬病的是 我翻一個零件 有的等三個月 有的等半年 可是呢 就比亞迪來講 他厲害就在這裡 他的服務模式 他的物流模式 就讓你覺得說 好像我只要買了比亞迪 這些困擾 我就會大量減少 因為人買車子最怕什麼 後面的事情 囉嗦了一大堆 前面看飄飄飄亮亮 功能很齊全 可是後面的 哎呀 我這邊少一個 一個地圖模式 可不可以升級一下 對不起啊 你等個三個月 然後你當然就暈倒了 所以比亞迪的服務模式 被稱到為是世界一級的 五顆星的 所以我認為他在這個歐洲市場上 理科有信心 我一點都不懷疑 那加上他說猶豫不決啊 退縮了 何況他還會在歐洲產生 歐洲本土匈牙利廠所生產的 那到時候競爭起來更可怕啊 對 因為委員剛剛特別提到 這匈牙利廠在當地 直接歐洲生產嘛 就可以避開這種關稅 而且它的零件都是從 供應商歐洲當地買 但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這個電池的部分 電池還是中國大陸製造 然後在歐洲組裝 接下來歐盟 會不會拿電池來開刀 老大怎麼看 首先 我是覺得這一次歐盟這個通過 對中國這個制裁 通過完了以後對不對 法國第一個就 就被中國反制就 就緊張了嘛 就不買他的白蘭蒂嘛 現在中國就是開始就是 你自我你整我我會整你 我會還擊的 不會那個 還有一個 它對這個電池現在有沒有必要 它所有的東西都在你歐洲 甚至就是包括 而且都是在你這個 歐洲的供應商 那對你幫助多大 它整個在你匈牙利製造 對你歐洲人的就業幫助多大 對不對 這要砍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車 其實我們江湖有一句話 女人喜歡比老公 男人喜歡比車子 對不對 女人喜歡你老公賺多少錢 你老公幹什麼 支援幹什麼 那男人我那個車子我那個車子 究竟他們開車開到哪裡 尤其在旅行區的時候 你就會注意到 誰的車子為什麼比較方便 誰的車子好像接什麼系統比較動 比較那個 為什麼我那個車子沒有 下次就會打那個牌 所以就是說 整個就是比亞迪他不怕跟這些車競爭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利潤降低 他先佔你的市場 這個戰略是這個戰略是對的 那麼至於說 歐洲要用這個電池 那他怎麼弄是他們決定不是我能決定的 但是他要弄這個電池他必須要考慮到 就是說損人 損人一千自損一千二 不是說損人一千自損八百 所以上次對這個歐盟對這個 對這個中國的那個制裁 那個他們應該有很多已經開始 開始覺得不妙了 所以我覺得說他要做這個決定 應該機率不是很大 就對你的電池加大那個不太 好我們看到比亞迪在這個歐洲國家 現在極力的穩住 擴大他的市場 但是在國內的部分 能不能持續穩住也是成為關鍵 因為來自快科技的分析 到9月份之前 上汽都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汽車集團寶座 那他的旗下有非常多的品牌 包括了上汽大眾 上汽通用 上汽集團 乘用車分公司等等 但是我們看到光是9月汽車銷售 現在出現反轉 比亞迪9月份銷量41萬9千多量 較去年同期暴增了45% 1到9月的累計數量274萬7千多量 增長幅度超過三成 現在不管是以單月9月份的銷售來算 或者是全年做一個銷售 比亞迪都是勝過上汽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他是怎麼樣穩住 包括在國外跟國內的一個銷售狀況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他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他有價格優勢 因為你這個出售的2萬5千到3萬塊錢的歐元 這種價格是很疏忠平常的 因為車子不是說像衣服 就經常會換 車子一買的話一開開1、2、10年 甚至有的人比較節儉開2、30年 那2、30年的話 你一輛車子才2萬5千塊歐元 你跟那個接受得起啊 而且裡面的內裝都不錯 大家會這樣看啊 那你知道CP值性價比是不是高了 那大家就選 這個我認為這是價格優勢 因為現在你原本有後發的優勢 你說的這些行車安全的 相關提供的資訊做警告的 這些相關車它通通都有 裡面內裝也都不錯 你看看然後價格又可以接受 那大家就買BRD了 你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它價格優勢 第二個我認為它優勢 是整合型的優勢 因為其他像歐洲的各個廠牌 各個廠牌各個廠牌不一樣 但是BRD它變成整合 通通都是我這個廠牌 變成我們講的 經濟語上有講的報酬規模 你一整合完畢之後報酬規模 你量一多量一大 你的單價就便宜了 成本就降低了 因為你形成一個規格 一個規格 然後大量的生產 你價格 當然價格就 那這個整個就成功了 你整合成功了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這個整合性的優勢就出來了 報酬規模也就出來了 報酬規模往往會反映到價格的優勢 所以也帶動這方面去 你變成兩個都兼備了 所以你看看 你剛才講到 它光9月份就賣了41萬多量 一年有12個月 那不是賣了400多萬量 那你看整合型的優勢就會出現 經濟上整合優勢會變成大者恒大 小者恒小 為什麼 小的話它報酬規模就會小 那成本相對會墊高 競爭力相對就弱了 大的就越大 我賣越多 我越有競爭力 就變成這個是整合型的優勢 第三個我認為是 那個大家這個消費者 這個使用的一個習慣性 因為現在大家由這個傳統的汽油車 轉上電動車 因為這是個環保 環保的觀念只會越來越根子 越來越深根 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燒這些 這些汽油石油了 因為這個汽油石油造成溫室效應 會造成這個影響會比較大 那電動車沒有這方面的困難 而且空氣的污染 電動車哪有空氣污染 它只是燒電而已啊 那至於電怎麼來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大家去從電的方面去傷腦筋 它可能風能發電 或者是太陽能發電 那是另外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它比較環保 而且是個目前時代 所偏向的一個趨勢 那就從這方面走啊 當然中國大陸大家給它課稅 剛才那個蔡文藝有時候給它課稅 但是課稅 課稅把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消費者買的貴 你消費者倒霉而已啊 另外一個 他說就要課稅 那中國大陸現在在匈牙利 整個廠移過去 就在匈牙利生產 就賣歐洲 你課什麼稅啊 我只是零件輸出去 這個引擎 這個電瓶賣過去 還有它的車殼的 一些相關的重要的系統件 賣過去 由匈牙利來組裝 這個在匈牙利做的 你按照 歐盟按照生根 你按照這樣子的話 你就稅 就是按照一般的稅務來收 所以它有一個變通之道啊 是 那這樣的話 它市場的銷售量當然會更大 最近我們來關心中歐的貿易戰 根據這個媒體的報導 說歐盟成員國10月4號 針對了對中國的進口電動車 加徵關稅一案做了一個投票 最後的這個結果 當然已經出爐了 那歐盟是會對 北陸的電動車來課徵關稅的 不過呢 歐委會同時也聲稱了 會繼續和中方來做談判 所以這看起來 這當中還是有一些緩衝的 他說會尋找一些替代的解決方案 我們看到中歐之間 雙方還在協商 還很難定案 但是土耳其的部分 這邊是已經決定了嗎 對大陸的進口的電動車 要限制增加這一些措施 針對此 中國商務部也相當的不滿 表示呢 已經在世貿組織向土方 提出了磋商的請求了 那麼稱土耳其的歧視性的措施 是違反世貿組織的原則的 尤其是針對這個保護主義的這種做法 好 針對國際的這些關稅施壓 大陸這一次也真的忍無可忍了 祭出了一個相對的反擊 我們來看到是大陸商務部已經正式的宣布 接下來從10月11號開始 對進口的原產於歐盟的白蘭地 會來實施臨時的反傾銷關稅 稅率從30.6%增至39%之間 另外北京也首度證實了 接下來可能除了在白蘭地的部分 現在看到電動車 進口這些大量氣體的這些燃油車 會加徵相關的關稅 我們請上次哥來先帶我們看 歐盟現在好像看起來寧可承受大陸的 報復的風險 也要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嗎 現在中國大陸是把這個手 動在白蘭地 未來還會再擴大嗎 您怎麼看 會 一定會擴大 中歐的這個關稅戰爭 它大概已經正式開打了 雖然它不是一個全面性的 它是個局部性的 但是這個部分是沒有一億的 那歐盟部分真的聽起來很天真 就把人家已經訂了高關稅 根本沒有改動 先前已經就大概就這個關稅規模了 然後說還要繼續的討論 討論半天還是一樣 所以這根本 然後肯定知道為什麼說天真 他訂了還說 我還要繼續跟中國談 談什麼呢 談就是我訂你的 磕你的電動車高關稅 但是麻煩你不要磕我其他的稅 不是就砍這個東西 不是嗎 所以這個太天真了 但是我要等下講 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在這一次投票的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這為什麼 這會就是牽涉到未來 中國會怎麼報復的國家 在這次投票結果當中 都知道那麼有十國贊成 課程高關稅 這裡頭最重要的國家 包括法國 義大利跟波蘭 希臘等等 反對的國家 反對的一定沒事 這裡頭就是德國 匈牙利等等有五國 另外還有蠻微妙的 棄權 棄權的國家當中是 之前比較支持的 包括西班牙 葡萄牙 還有像包括像瑞典 總共有12個國家棄權 不想捲入這場戰爭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會怎麼樣的精準報復 為什麼這樣講 為什麼馬上再繼續先丟白蘭地 因為我們知道電動車的關稅是十月底 下旬 中國為什麼要先出手下手圍牆 白蘭地是這樣子 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做白蘭地 但是到中國進口道部分 最大中的超過五成以上 將近七成就是法國的白蘭地 所以它馬上直接報復 就是你贊成票 而且是帶頭贊成的法國 所以你要知道在先前 在早些曾經放話 在一個多月前 兩個月前 說要合成關稅的時候 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宣布說 如果你贊成的話 我對於酒類 我對於豬肉要合成 當時豬肉影響最大的是誰 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 尤其西班牙 你看西班牙這次棄權 它雖然沒有投反對 所以就沒事 所以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在過去以來 長久以來跟歐盟的關係 基本上相對於跟美國的關係 是比較融合的 而且這方面各國有各國的討論 歐盟不是一個主體性 但是它的經貿是一個主體性 所以德國在這次很明顯的 甚至在這次關稅要宣布之前 你看看賓士 包括B&W 包括福斯汽車 三家車廠都正式公開表示 反對科中中國大陸的這個關稅 德國雖然沒有立場 可是三家最重要汽車 他們是影響最直接的 德國反而反對 為自己後面投反了一條鋪陳 所以我認為這個過程裡頭就表示了 這個德國是做了精心考慮的 在經貿 歐洲經貿最重要就是法國跟德國 尤其德國 所以德國在考量跟中國的關係 他絕對決定不要跟中國為敵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子 中國長久以來 結論就是過去在跟歐盟關係 跟美國相比合上很多 中國大陸有外交 經貿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文化交流 基礎建設 各式各樣 它是個多手策略對歐盟 尤其歐盟 各國跟中國的文化中心 全中國到處都是 什麼希臘中心什麼都有 我覺得這一次之後就會算總賬 我剛剛講 精準報復跟精準的回敬你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 未來德國跟中國的貿易沒有問題 但是法國為主 包括剛剛講義大利 一定會大幅的萎縮 會立竿建議 甚至在年底之前 更多報復會出現 好 針對歐盟的報復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手段是走 比較越來越細緻 針對不同的國家 會有不同的關稅報復的程度 其實大家也在說 這一次大陸被課關稅電動車的部分 跟當時的日本 80年代日本是很像的 當時日本也是面對美國關稅 還有國內通縮的壓力 中國大陸的方面 大家也在說 能不能學習當時日本 所施行的這種驗刑策略 也就是離岸生產 在他國來生產製造 然後在他國做銷售等等 如何突破困境 漢婷怎麼看 這個觀點其實來自某篇雜誌 這個文章 但我認為這是彈頭學者的文章 完全是先射箭再畫吧 就拿一個毫無類比可能性的案例 然後再講說 這個中國學不了 所以完蛋了 這個文章有什麼可讀性呢 我也可以問 電動車有沒有辦法學 長蛾奔月啊 有沒有辦法學神農藏百草 不行啊 那這個完蛋 這個沒什麼意義啊 而且那篇文章裡面 有很多錯誤 比如文章裡面提到 這個中國電動車需求疲軟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中國大陸購買電動車的數量 仍然是在節節上升 文章裡面還說呢 大陸的電動車是因為外國的企業 技術轉讓 這完全也是胡說八道 不論是比亞迪或者是寧德 很多的技術都是中國大陸自己所擁有的專利 而且研發 那麼在美國的很多智庫報告也都說了 就是當前啊 歐盟或者是美國要對大陸的電動車 採取這種所謂關稅式的報復 是沒什麼作用的 因為實際上在很多電池的技術 那大陸的電動車確實是領先 你與其去搞關稅不如真正的研發 技術上的創新 才有辦法去爭取到消費者的認同 那麼所以大陸呢 當然是不可能去學日本 因為這當初日本所謂的驗型製造 它就是生產外包 因為本國的勞動力成本比較高 所以呢就外包給其他的國家來生產 大陸有什麼好學的呢 因為目前為止所有的電動車的製造 都是在國內啊 那在國內製造生產的很好 也從來沒有想要這個在外包出去 頂多鴻海說未來呢在台灣 也可能會生產可能五萬輛跟十萬輛 那也是在國內啊 好 那麼當然我們來看到歐盟的部分 基本上是一個政治表態 因為美國老大哥說要加稅 那歐盟你小老弟的國家 當然就只能夠跟著美國一起舉手叫好 那哪裡去管得了什麼本地消費者的一些情緒 或者是汽車的實質利益呢 當然都不是 另外一方面小老弟另一個考量 就是歐盟內部自己的競爭嘛 就比如說你看法國就是跟德國競爭 所以才投下了這個支持加高關稅的票 那馬克宏那一看這也是對大陸來說的白眼狼 想當初他跑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啊來拉多少的投資啊 然後大陸人民多歡迎他 結果呢就來針對汽車要來課關稅 那麼大陸也就反手報復 不過呢加了關稅之後啊 其實對於歐洲的消費者來說 大陸的車還是便宜啊 好 所以大陸其實不只是著眼在歐洲市場 現在在國內自己銷售得很好 還有東南亞 南美洲國家 甚至是在非洲等等 我們現在看到比較特別的是 他現在在日本也賣得不錯 在最近有一個成績 那大家知道日本是比較喜歡這種 油電混合的混合動力車或者是國貨等等 對於這些外面勢力進來的車款 他們其實比較排斥的 是如何打進去的 因為現在日本的汽車進口商 會有一個最新數據顯示說 今年4到9月日本的進口純電汽車銷量 是增長了4.1% 達到1萬1414輛 其中比亞迪的銷量增加了60% 而且達到了1095輛的一個銷售 比亞迪這一次成功打開日本的市場 日經中文網也做報導說 重點是他請了日本女星啊 這一位是藏澤亞美來做代言 他的車款都賣得很好 尤其是他的海報 短短兩個月拿下400萬輛的一個 400輛的訂單 7月份的時候日本銷售三款訂單 同樣是超過了400輛 而且這個數字創下新高 現在其實才剛進去而已 大家也在觀察說這後市看漲 不知道華幹哥您如何看 是主要原因是怎樣吸引到日本人 比亞迪已經在全世界都賣翻了 在歐洲的市占率是最大 在大陸國內也是一樣對不對 六成日本人沒聽過比亞迪這個品牌 你相信嗎 為什麼 它是一個很封閉的市場 其實他只相信他們聽過的品牌 就是他的認知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他沒有聽過 或他不熟悉的話 他是卻步的 所以比亞迪他已經在日本上市好多年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打開很好的市場 比如說我們講說 他本來有那個AUTO3 然後最近有BRD海豚 BRD海豹 這些都很有競爭的價格的優勢 因為一輛差不多300多萬日幣而已 其實坦白講一句 是真的有競爭的優勢 可是打不開 打不開就打不開 所以這樣子你知道嗎 BRD的他的那個市場 那個行銷執行長 他們就想到 我們請來常澤亞美 為什麼 因為常澤亞美他是國民演員 他從2000年他才12歲的時候 美少女出道 啦啦隊出道 到現在已經變成了 變成日本最家喻戶曉 因為他演了很多連續劇 所以讓人家一看就可以認識他 而且他這次是用什麼方式你知道嗎 日本的廣告 汽車廣告 台灣廣告也是一樣 很多都是怎樣 一廣告起來就 就一直跳舞 然後不斷地講 BRD 然後一邊跳 他說我跟你講 他們把這種廣告廢掉 他說這絕對沒有用 他叫常澤亞美來 打一個pause 風一吹 就講說 嗯 也許還不錯喔 比亞迪 就這樣 很簡單 也許還不錯 比亞迪 這兩個月多賣400輛 你說賣400輛有很多嗎 在日本這個封閉的市場 其實很多 所以 以這種全新的 他就說我把你 比亞迪整個 打掉重練 就說 讓大家都不認識你 重新來用 常澤亞美的話來告訴你 所以他這個廣告行銷策略 其實已經得到成功了 我們也看到說 哦 原來像 這個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企業 他們在進入人家的市場 碰壁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想到一條路 來慢慢走出來 不過他也砸下了 重金的廣告費 好 最近我們關注歐盟 到底要不要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加深關稅 在四日這一天 終於開始投票了 那麼當天共有27國 在歐盟的部分 投下了票 結果正式出爐 我們來看到現在的最新結果 10票的贊成票 5票的反對票 跟12票的部分 都是做契權 我們看到這契權票 其實是相當多的 雖然表決整體來說是通過了 但是不少媒體就說了 你這麼多的契權票 顯示的就是這些成員國 對於對中國大陸挑起貿易戰 他們是不安的 特別是我們看到企業界 這些反應真的是特別大 尤其是德國了 德國的這些車企 三家車廠 不是B&W跟他的賓士都說了 對中關稅就是一個錯誤的 一個決策做法 是對歐洲汽車工業 接下來的致命訊號 不是他還建議說你歐盟啊 與其收人家關稅 不如就推動我們 陸氣在歐洲這邊 直接做投資吧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這一次的表決 通過關稅上路的話 中歐都已經表明了 他們會繼續的來做後續的談判 因此呢 這一位是來自於香港的專家 他認為他是中關研究所的所長 他說中歐其實啊他們都不想要打貿易戰的 所以呢這雙方的溝通還是有一些空間的 歐盟也可能重新來檢討自己的政策 透過陸氣在歐洲投資設想來展開合作 而大陸的官媒央視旗下新媒體 預言談天也說了 加征關稅與投資是不可以兼得的 如果你支持加稅的話 就會失去我們在那邊的投資 那麼歐洲你將會失去 汽車電動化轉型的一個契機 歐盟非常的重要 是世界第二大電動車市場 為了和大陸競爭加征反腐貼關稅 到底明不明智 委員怎麼看 這個劉瀾昌所長講的也沒錯啦 中歐不想打貿易戰 可是西歐想打 中歐講的是德國 西歐講的是法國 所以打就打吧 但是我覺得議員談天 也不要把話這樣講也不好 他說關稅與投資不可兼得 中國最好的做法就是雙管齊下 你打我關稅我就打你關稅 投資我照常進行 你打我投資我就反擊你投資 就是冤有頭債有主 沒有哪個說 這項不好其他都不好 別這麼說 舉個例子 你說好 克你關稅 歐洲要關稅 那匈牙利支持你 匈牙利希望你投資 你就去投資 它有什麼關係呢 這兩馬子不要扯在一起 你就讓這個中國盡量的市場經濟概念 你覺得投資有賺投你就去投資 你覺得這個不投資更好直接賣 即使被課的關稅你也賣得更好 你就賣嘛 這沒有問題 你不要去政府不要去幫他 幫比亞迪動腦筋 比亞迪絕對比你政府更聰明 好不好 不要想像說你政府的觀點會比比亞迪更能幹 想太多了 那現在歐洲的汽車當然是提心吊膽 可是就要是給中歐有談判抽碼 你就要對中歐的汽車 尤其對德國汽車課關稅 你課我15我也不多 我就課你14 課7點 你課我30 我就課你29 也沒有關係 就選幾樣來課嘛 那你法國汽車不是 法國這也是帶頭的嗎 那就是法國課重一點 荷蘭如果有什麼牛奶產品 就課重一點 法國的紅酒 還有女士們喜歡的這些奢侈品 你再重都沒關係 狠狠地課下去 那課的記得叫香港政府也幫忙一起課 香港那邊很多流到中國大陸去了 這個叫做整體戰 像剛才上次哥講的 我們做得很精緻 像精準飛彈一樣 不要打到一些無關緊要的人 你說歐洲這樣歐盟 歐盟就是你要把它弄得四分五類 對中國才有幫助 你說西班牙棄權 好吧棄權本來投資額度是100億 我現在改50億吧 對不對 就是要這種彈性來運用 那這個也不要對這個 德國的這個汽車 在中國大陸生產太過歧視 你來中國投資生產 就像是自己人 還是一樣關照你 可是你要進口 我就一樣課關稅 我們就是分開來處理 精準炸彈就是我打到的每一個都是 牙齒打牙齒 以牙還牙對不對 要到這種地步 所以不要情緒化 真的好不要像一言談天 這樣情緒化不好 好一馬歸一馬了 那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歐盟 他祭出這麼多不一樣的關稅 也讓中國大陸很頭痛 所以他不是只投資在最大中 不是在歐洲 現在中東跟北非是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 是大陸的車系在海外的重點市場 而且幾家車廠的表現非常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家 吉利汽車 它的旗下高檔電動車品牌 這個是吉克001還有吉克X 在中東正式亮相 再來上海的未來汽車 五日跟阿聯酋旗下投資公司 這間是CMVY也簽署了戰略合作 接下來會在阿聯酋 首府阿布達比這邊 先進的技術研究中心 還有專制在它的智慧駕駛跟AI的發展 那也會研發一款在地的全新車款 另外比亞迪9月賣得非常好 全球共賣出41.94萬輛 年增幅45% 月增也高達了12% 單月亮創下了新高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的眼光 不是只有歐美 還有這個東南亞 特別是泰國這個地方 亞洲底特律已經不是以日系車為主了 現在中國大陸電動車更是賣得下下轎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非洲跟中東 也都是布局重點 那研究報告指出到 2030年大陸車企全球市場 會從目前21%提高到33% 我們請張哲哥來看後市 剛剛市民講這些數字 它可不是電動車市場 是中國大陸電動車是開始在吃 所有過去傳統油車的市場 一直一直擴張 我想現在對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所謂新能源車吧 因為它有很多款 那麼全世界市場在批評 關稅的抵制都說 你現在政府補貼 可是你實際了解就知道 中國大陸從十一五 十多年前整個國家就在思考規劃 當其他國家都在睡覺 日本 德國那麼多的全世界領先的車廠 都在觀望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不斷地實驗實驗 從過去寧德時代比亞迪都小貓咪一開始 現在長成大毛虎 所以這樣子的十幾年的部分的投入 現在說再來追 現在就來批評補貼 這個說實在也不是太公道 但我覺得到底中國大陸的後世如何 電動車你看國際都認為 中國威脅論除了晶片科技軍事之外 還有上新能源電動車 我就要從兩個角度 首先第一個你要看說 到底中國大陸電動車能不能夠挑戰 整個傳統已經這麼多年來的 汽車的這個產業結構 能不能挑戰 我覺得可以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電動車是全新的供應鏈 如果你說現在新能源車 電動車當中 你跟過去的油車當中 很多還是交集 你是一個漸進的 它現在是完全不同的部分體系發展 所以整個電動車的部分 有很大的轉變 第二個不要看什麼 只要看出到底市場接不接受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全世界市場 雖然政治很多都在批評 你可以看到剛剛斯敏講 這些數字 大家買單 因為很大的原因就 傳統油車 汽車對於消費者 是彷彿上對下 你要花很多錢 我才賞你一點點東西 可是你實際看電動車 你可能一百萬只有電動車 裡頭又有冰箱 後座又有電視 它改變了汽車消費的定義 不只是中國大陸電動車便宜而已 我最後幾個數字要知道 馬薩拉 就全世界名牌車 這些昂貴的馬薩拉蒂 病例這些東西 今年一月到八月 在全世界在中國大陸下垂 價跌百分之八十八 以馬薩拉蒂 2016年1.2萬輛 前八月 今年只賣了840萬輛 由中國大陸民眾去買電動車了 大家還是喜歡名牌不是嗎 有錢人怎麼不要名牌 這就是最大市場變了 好 剛剛唱之歌 特別提到中國威脅論 所以我們特別來看 是西方媒體說的 現在有四大威脅 電動車 能源 發電 造船跟高鐵 接下來還有五大威脅 可能會威脅美國產業的 包括了航太 機器人 半導體 現場我們一分鐘就好 謝謝 你如何看 實際上我們看到 這個美國參議員盧比歐 他談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真正的本質是什麼 真正本質 也就是你美國沒有辦法 進入工業4.0 因為所謂的中國製造 其實中國製造 它是在所謂的2011年建構的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那個綱要裡面 它所提到的就是電動車造船以及高鐵 那電動車的部分 它還包含了能源與發電 所以其實這是2011年 就已經先埋下的種子 現在看到的只是開花結果 所謂的工業4.0 也就是結合了我們之前 上一個世代所講到的自動化機器學習 接近到現在網路大數據 然後以及AI的部分 然後結合成一個生態圈 所以造就了跟以前這麼多的不同 可是美國現在在緊張 那個所謂的2025中國製造 它更要擔心的 也就是當製造贏得 拔得頭籌之後 2035的中國標準 我們知道在經濟上現在呢 美中之間各說各話 就覺得說對方把這個經濟給壓垮了 到底誰比較有道理 今天請專家來做分析 另外有沒有會關心這個鈣 鈣鈦礦礦 這個大標我們看到 太陽能電池現在在大陸是熱騷的 熱騷喔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一起來做關注 先來看到是說 現在美國正式的啟動降息 再加上各國對中國大陸 不斷地做關稅打壓 這一場是中美經濟工作組的第五次會議 在19日起一連兩天在北京正式的登場 當然雙方的財經官員就是一起來主持 但是兩邊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重點 我們先來看到中方對美國 他所care的點 他所在意的點是說 你美國啊涉及了制裁 對中加征各種關稅 表達嚴正的抗議 美國則是持續關注說 中國你一直在持續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太嚴重了吧 央視也做了一個公眾號 他的預約談天也做了一個發文 他說美國日前大幅降息 或許就意味著說 美國經濟已經存在衰退風險了 文章特別還引述了中國社科院的教授 這一位是高林雲 畫面上我們看到他所做的發言 他認為全球經濟不平衡是跟美國有關係的 美國國內的低儲蓄生產不足 以高負債支撐高支出的結果所導致的 但是美國希望透過炒作所謂的 中國經濟失衡產能過剩議題來甩鍋 把經濟不好的問題都甩給中國 他說中國大陸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哪一個論點比較接近於事實呢 湯老師怎麼看 這一點我倒覺得說 我用幾句話來形容 第一個叫做中國無心 可是呢 美國有意 我就用這幾個字來形容一下 所謂中國無心的意思呢 就是說它從改革開放以來 它持續的高速的發展 到現在 那就使得很多西方的國家呢 為之眼紅 意思就是說你是後來居上 你以前比我們落後 可是現在呢 在很多的產業方面呢 你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那當然他們會覺得很眼紅 那這裡面當然有 中方的這個 這個重要的因素 意思就是說 它的市場很大 它的人才很多 它的制度 非常的有紀律 等等等等 那所以說使得西方國家 都覺得說 怎麼辦 好像我們現在已經 失去上風了 那所以呢 他們會覺得要 必須要用各種的方式 當然這些方式呢 會覺得說很多是下三爛 意思就是說 你們沒有辦法跟中方競爭 那不競爭怎麼辦 你競爭不過怎麼辦 那當然他們就開始使用 各種 這種所謂的封鎖啦 禁運啊 等等的 這種比較 不入流的這種手段 來對付中方 那你說中方有什麼罪過呢 他其實沒有啊 他並不是說他有什麼意念 說有什麼用意 說我一定要把你壓垮 沒有啊 他只是說我要發展啊 我自己要過好日子啊 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嘛 那這種當然就變成說 這個意思就是 你原本這個匹夫無罪 是懷避其罪 意思就是說我 並沒有犯罪啊 我並沒有不好的心啊 可是呢 被你們西方的國家呢 會認為說 因為你樹大招風了嘛 這變成問題就出在這嘛 那所以呢 現在我覺得中方 其實他還是在這個道義上 在道德上面 他是戰鬥文的 意思就是說 我只是一個求發展而已 那你西方呢 你原本你也是幫忙我的啊 你幫忙我進入WTO 這個WTO啊 那2001年那個時候 不是從那時候開始 你就是說希望經由WTO的這種 這種模式 而使得中國呢 變成像美國一樣 或像西方國家一樣的 這種制度 那結果呢 好像適得其反 所以說他們會覺得說 很沮喪 那在這種沮喪的情況下 他們就使出很多 一般他們不會使用的 這種手段出來了 可是我倒覺得說 他們用這種方式啊 絕對會碰到很大的瓶頸 嗯好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 讓美國很緊張嘛 現在也正式確定了說 9月27號開始呢 就會來徵收正式的關稅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 對於電動車的部分 課徵百分之百的關稅 太陽能電池有百分之五十 其他百分之二十五的課徵關稅 包括針對中國的鋼鐵鋁 電動車電池 關鍵礦物等等喔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 美國對外是對中國大陸 實施更嚴格的制裁 對內則是補助自己的企業 30億美元的一個獎勵資金喔 來激勵自己的電動車 先進電池和其他的材料 在國內做生產 預估14個州可以受賄 那我們也看到說 美國其實過去兩年有實施 所謂的削減通膨法案 針對包括了EV跟再生能源 都會做相關的補貼 但是現在看起來 是沒有太多成效的 電動車電池七成 仍然是仰賴大陸 那麼現在要課百分之百 電動車關稅就可以有效提升 他的電動車競爭力嗎 中國電動車相對美國 這個紅利的部分 還可以維持多久 委員怎麼看 維持個30年不成問題 30年 理由在哪裡 因為每個政府官員 當他想輔助某一個產業的話 他第一個腦筋頂想說 那我對外課關稅 讓國外進來的產品比較貴 所以我國內老百姓就不買 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 我就補貼 補貼我國內 對內補貼 對外關稅 對內補貼 那補貼一樣 我給你錢 你總該幫你承擔研發經費 你總該做得出來的 我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台灣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有啊 對外關稅 哇 國外的汽車進來 課200%的關稅 我們經過這個歲月幾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再來第二個 我們對內補貼 補貼玉龍 補貼誰啊 做出來沒有 沒有 有沒有做一款車出來 可是沒多久就夭折了 你看什麼飛鈴 你現在還有人開嗎 沒有啦 拉機管車 那不像那個 Toyota的Camry 你看 幾十年了 一直在Camry 一直在生產 還在出這個Nexus 這個就是什麼 光靠對外關稅 對內補貼 不保證你的技術發展能夠到位 這兩碼之勢啊 你要去研究的時候 你到底產內是技術來一款出了問題啊 那如果你說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能自己打臉嘛 像美國這樣 電池 他想說 我都要關稅拉高 所以你電動機就不能進來了吧 我對內補貼 我美國總可以把電池做出來了吧 對不起 這不是你美國的強項 因為這個電池產業 中國大陸走到今天 整整花了多少 花了2013年到2024年 已經整整十年了 已經整整十年了 而且在2013年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敲敲打打 在幫那個蘋果做那種 蘋果手機的電池 還不是汽車電池耶 所以它的歷史很久了 美國連自己自產的手機的電池都沒有 更不要講更高檔的汽車電池 所以美國要走這一條路 我一點都不看好 因為這一條路中國布局太久了 從最早的礦源到材料的研究 它是一關一關好多人在搞這個 那生存下來也是看到那幾家而已 他沒有看到中國有很多電子廠是倒閉掉了 已經內捲被捲掉了 他只看到活下來怎麼這麼強大 這個你美國要檢討啊對不對 你美國在以前就沒有投資在這一塊嘛 那你現在臨時給那麼一點錢 30億能幹嘛 拿到口袋裡面花來花而已啊 能幹嘛 中國投下去了 如果以物價來算的話 因為中國的物價比較便宜 美國的物價比較貴 不只30億啊 對啊你要這樣想啊 所以喔 美國能不能在這邊趕得上啊 保證趕不上 你放心保證趕不上 因為什麼中國還在前進啊 所以中國新的電池新的材料 一直在發展當中 美國還在苦苦追趕嘛 追趕總是很辛苦啦 就像中國在追趕光科技啊 早年喔 在搞紫光集團 叫他去弄光科技 他不肯 去買了什麼 Western Digital 那個 所以那個人已經關進去了 關進去了 對啊 就是你找錯人 一樣啊 我們如果當年在搞 在搞這個半導體代工 如果找張多摩是找對人啊 那一批人是對的啊 那聯電當時 曹星城整天在買那什麼 古玩啊 古畫啊 現在在搞黑熊 找這種人他怎麼能跟他 搞出半導體呢 一樣啊 找錯人就是 現在美國就沒有對的人 可以幫美國搞出這個行業啊 你以為寧德時代 是那麼簡單成功啊 你要看看那個過程 還有看看別人學他都輸 都已經被淘汰掉了更多啊 這個軌道就是 沒那麼容易啦 所以我說 中國電動車 30年的紅利沒有問題 好 所以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 一些發展的重點 人才資源啊 時間等等 中國在電動車 在電動車的電池上面 早就已經 甚至手機 發展已經超過10年的時間了 現在其實有另外一款 在中國大陸非常的火 這一款叫做 鈣太礦太陽能電池 好主打的是一個口號叫做 輕薄靈活彎曲自如 現在掀起熱潮 至少有6家大陸的新興企業 都投資在這邊建廠了 那有助於未來可以掌握 新興市場中獲得一個主導權 其實這一款電池叫做 鈣太礦光伏電池 是由日本研發的 為什麼現在由中國來領先量產 可以看到它的製造威力是如何嗎 店長如何看 如果我們講到鈣太礦的 這一個光伏電池啊 那就成為我們剛剛所在 電視牆所看到的 第一個它質量很輕 第二個它可以彎曲 意思也就是什麼 現在最多只能用車載的 以後可以我們個人 帶在身上 那也就是我們的這種 各種的行動載具的充電 就不是問題了 那這一件事情呢 是日本先發明的 不過基本上來講 日本跟美國都長一樣 怎麼說它沒有辦法形成規模 當它沒有辦法形成規模的時候 對不起 中國就開始跑在前面 中國跑在前面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原來的那個電動車的電池 它是十二五計畫的 第十二個五年計畫 它所推動 那是哪一年的事啊 2011年的事 也就是到現在努力了13年 開始開花結果 那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鈣態的這個 鈣態礦的這個電池 其實也是如此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也就是中國大陸現在有六個廠 同時都在進行 在這六個廠裡面 其實它都進行了非常大規模的開發 意思是什麼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未來 也就是說個人行動的需要 那這一型電池它到底有什麼優勢 第一個它比我們現行的這個細 最主要是細組成的這個電池 它的那個發電率還要來的高 現在只有29.4% 現在我們講到的鈣態礦電池 它到達33% 然後而且呢 它成本是比較低的 那它的發電所需要的光 不像現在這麼強啊 現在需要我們如果說 看一些YouTuber他們車子上面 有這種太陽能電池 他們都強調說中午 然後他們才能發到最多的電 那早清晨跟傍晚 其實發不到什麼電 也就是這個問題 那鈣態礦電池 現在就解決了這個 這個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未來使用太陽能電池 越來越有效率 而且我們講到 中國已經介入這個市場 當它我們剛剛講的六個廠 都全部開發成功的時候 美國最怕的事情又出現了 也就是什麼 當這一個鈣態礦電池 又變成白菜架的時候 美國更沒有介入的可能 那日本也只能徒乎復復 開發的進行這樣開發的太晚 是 好 謝謝建長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這麼快 可以